Hello, 你們好 今天是2月28日 現在成交了552億 現在是11點48分 也是不錯的 今天也是我生日 又是施政報告 今天全面切辣 好消息 之前也預計是這樣的 結果現在落實了 落實了也是好事 對市場會好些 為甚麼呢? 正如我之前說 在施政報告之前 如果做了紅的就很平 這兩天 可不可以做牛呢? 我覺得可以少少 因為市已經積弱了很久 但如果你看圖 看看圖 通道位在哪裏呢? 通道位在17,100和7,300 即是我的短期通道位 有機會碰到那些位置 至於三支定海神針 在這裏上面都是17,100 所以初步位應該以這裏為目標區 再上會不會去到再上一個裂口區呢? 如果破了這三支定海神針 是可以的 那位置是17,700 但這就是後話 未必會這麼快 但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如果越線圖 其實連續跌了這麼多次陰竹之後 就出現了一支陽竹 這支陽竹是有一支實體的陽竹 過往經驗 連續出現很多陰竹之後 這個月線圖是一個月一支陰陽竹 大家不要忘記 我拉幅一點 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這裏就是 現在的一支今個月結算 快要結算了 即是今日結算 這個陽竹之後的下個月 三月份有機會會更好 會連續兩支陽竹出現的機會非常大 所以 從越線圖來說 一個月一支陰陽竹 這個時間是很長的 有這樣的機會 還有月線圖 你看看 Stochastic也是拗了上來的 日線又怎樣呢 日線就幾個頂上 有機會再高一點 而那個MACD也插上來 這些全部都是吻合的 都是好的 所以市又沒有預期那麼差 慢慢會好一點 那買什麼股票呢 如果全面減辣的話 當然本地地產股會有回升空間 本地地產股的回升空間 握得重倉的 當然是新世界發展 新世界發展 在香港的土柱都挺大的 還有發展的項目 最近都很多 所以它的影響會大些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看圖 其實它一直跌下來 一直跌下來 其實它要上去一月份的高位 都已經去到11.4 如果是上一月份的12號 就11.4 但再去到1月頭的高位 是12.18 12.18 值得你去買的 在本地地產裏面 另外呢 九倉一直升上去 28.5 但落後的就是希臣 希臣的息率也有8厘的 現在這些位置也是低的 所以希臣14號也是值得的 17和14兩個都值得的 當然如果你說資金流入得多些 一定就是恆基的 恆基今天都升得多 升4% 新世界升6% 恆基一月份的高位在哪裡呢 一月份的高位在24.3.5 和現在23.1.5 相差一點 直播率是低一點的 而另外呢 新地呢 現在是升3% 在80元邊 它最高在85元那裡 最高在85元那裡 這堆東西呢 都未見到有大資金流入的 因為之前 大家都不知道幾次 會有機會減辣 這是一個問題 新地就還有 向上空間就有6% 所以 橫體電體來計 17是最好處的 14都是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環境 因為他們在房地產價格的股值 那裡 有機會慢慢有調高 未來調高的話 他們對他們那盤帳 會有良性的影響 股價呢 股值都會有調整 所以這些就是整體的情況 當然你說領匯那些 823呢 都是在現在的環境下 後面只有減息 而房地產政策放開 都會有利的 這些都是對它有利的 當然本地銀行都會好 你看到中銀又開始好一點 匯控跌了下來 60元3號 其實這些也是有直播率的 雖然業績後 它跌了下來 但是呢 後面呢 都慢慢又會好一點 這些都是本地的 相關的股份 至於其他之前說過的那些 就沒有變的 都是不是差的 而其中呢 就比較 有直播率一些的 就是 保理置業 和月秀 而油價又怎樣呢 因為戰爭的問題 油股繼續會好 而裏面呢 我比較喜歡的都是 中石化 和坤輪能源 這些呢 它開始回了一點 等它再回多一點 如果坤輪能源 回到我的短期通道 即6.7元左右 還有3毛指 你就可以在那裡考慮 至於 中石化是一個強勢股 它可能只可以去到 今天最低4.31 4.3的位置 你可以考慮 如果你喜歡的 而中海油呢 都是很強勢的股份 如果再回來的話 真的等於 下跌至近16元 shows 捱到到 前途才考慮 靠近16元 那 至於 暫時還未得到 如果能夠回到188.5% 那條短期平均線 去到188.5% 你可以考慮 牛證要做哪一隻呢? 如果恆子牛就50206 50206 就是15928收回 即是穿16000收回 50206 你可以少量 或者是你買剛才那些地產股 特一地產股未有真正大資金流入 它要升上來 它有一個波段可以升 剛才分別有5%到15%的空間 50206你可以少住 如果你選擇不是買地產股的話 而 50206的槓桿是19倍的 今早來說 我的同學那些群組裡 都有叫大家買的 小量不要太多 要留意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賺過錢 牛證那裡 如果櫃桿沒有錢 你不會玩太多 就算你有錢 你也要儘量看著位置 因為始終它 落回去這麼多的話 它會收的 當然了 現在的基調就是 經過了這麼久的打壓 即是那個壓抑 股市也有機會上回少少 但外圍環境就沒有明朗 譬如俄羅斯那裡 和俄烏那裡的戰爭 因為北約那裡有供應一些武器 這裏問題都大 會不會越搞就越麻煩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美國那邊也是 那些數據出來 昨天你看到 那些內用品訂單 就是跌6.1% 比預期 比預期 就是跌5% 還要多 消費者信心 就去到106.7% 比預期的1.1.5% 就是低很多 今晚的GDP 和季度的核心的通脹 今晚還有這個 明晚就有個人收入 和個人開支 還有反映月對月 連對聯的PCE數據 即是通脹數據 以及申請失業救濟感的人數 這些種種都是會左右著美股 我相信美股不是繼續大好 暫時沒有什麼力 如果有些數據 稍微不理想 就有機會會再落得更多 北水今天流入了31億 流入了31億 流入一些騰訊 那裏 小米也有錢流入 今天是13.38% 最高13.62% 暫時移高一點 因為家電效應 之前提及過21.48% 今天跌少少5個先 都是差不多 至於科技股 騰訊又回到280元 可能這些位置有直播率 你少住了 至於 上到292又要走 阿里巴巴也是慢慢爬上來 75.5 看回中線也會好 暫時先補下這個跌口 短期通道在77元 跌離現在還有一個多元 跌離現在還有一個多元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 至於 至於 零賞 也是慢慢爬上來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 餐飲股也是 這些要時間 比如520 9987 9987又好一點 向我的短期通道 355-360元 進發 現在338.88 整體的市場就是這樣 大家慢慢做 今天就講到這裏 多謝你們收看 記得按LIKE 這樣就好了 市場會輕微好一點 有新的想法再告訴大家 大家記得按LIKE 按LIKE 還有喜歡的頻道 多點介紹給朋友圈 有賴你們支持 記得按訂閱 是免費的 跟著有個鈴鐺 按鈴鐺 全部有新片告訴大家 還有有興趣上課 可以問多點資料 在我的電話 688-99-180 再次多謝你們支持 今天就是幾好 說到這裏 拜拜